剛剛的這些東西變成VBA 那VBA的好處就是說它比較有彈性 比如第一個按下計算它會跳出這個 那這個東西叫Input Box Input Box可以讓你怎麼樣 其實不需要做錶單 它的好處就直接可以輸入 你要輸入請使用者輸入多少錢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放到某一個儲存格 再幫你把其他的範圍跑完 按個確定 那這裡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大概怎麼做的 第一個當然你要做一個SUB 前面講過這個插入一個SUB SUB名稱叫計算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希望讓使用者填一點東西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用Input Box 剛剛那個東西叫Input Box 那Input Box你後面要跳出什麼訊息 就是請輸入存款金額你就把它打在後面 是一個字串 輸入完之後的話 如果你希望它輸入完的這個金額呢 可以自動幫我跑到哪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B1對不對 你就在前面用一個Range B1去接它 我前面講過了把後面東西丟到前面 這是VBA的固定寫法 後面丟給前面 OK喔 不過這個觀念有些同學 可能剛開始沒辦法接受了 不過其實寫久了慢慢就習慣了 這個可能還是蠻花時間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希望做什麼事呢 我希望把這個結果給跑出來 那這個結果呢它的範圍是在哪裡 範圍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是for i i的部分是從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從這個藍的話不是B藍喔 特別是要for回圈不能用那個字串 不能用什麼abcd 你只能用1234 所以這邊你可能要告訴他第二藍到 這個藍的最右邊一藍 最右邊 因為我剛剛不是年 本來是10年 那你如果說寫固定的話 這原來是11 可是我剛剛改成8的話 那如果說你固定它變跑到這邊 找不到東西那就有問題 所以怎麼樣 自動偵測喔 所以呢寫法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這邊的寫法是 把它寫成for i for i 跟 j 我把它兩個顛倒了 沒關係 這兩個其實是可以互換的 沒關係 可以先跑j或先跑i 其實都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跑列好了 第四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我前面講過了 A4Ctrl向下 這個時候它回來就會是第15 所以第四列到第15列 J的話呢是從第二藍 特別需要這個地方 是讓它自動去追蹤 那怎麼追蹤 優標放在b3 Ctrl向右喔 特別是Ctrl向右 它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i欄 不過它回來的不是給你i 而是它是第幾欄 所以i的話它的位置是 6 7 8 9 所以回來的話會是第9 那我要怎麼去追蹤 特別注意喔 這邊寫法跟上面有點像 一樣把優標放在b3 你就點一下有沒有 打個1 1之後會有個and and指的是它的 這個範圍的邊界 哪個邊界 你就前刮弧一下 它會問你說 你要是上下左右哪個邊界啊 那你就告訴我 我要向右 有沒有x to right 對不對 那空白鍵一下 在後刮弧 它這個時候會追蹤到最右邊 那最右邊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抓的是最右邊的什麼呢 欸 最下面是列對不對 最右邊記得是欄 欄的話是colum C-O-L 有沒有 colum這個 這個時候呢 它會自動幫你抓到 哦 i那一欄 不過回來的話呢 它會跟你講的是一個數字 所以回來是9 2到9欄 OK 所以以後呢 你用這種方式 可以自動追蹤 你這個範圍的欄跟列了 好 那後面的話 輸出到哪裡 輸出期 將來有一個固定的用法 就是Sales IJ 指的是先列 第四列 再欄 那第二欄 一直到什麼 第九欄 它會先把整個全部跑過來 就是這樣往右跑完 那你需要給它什麼東西呢 給它公式 那我們剛剛有個公式 就是B1有沒有 乘上1加上A4的幾次方 OK 特別注意哦 如果有鎖 那我故意在下面加了一個公式 如果說你兩個都鎖 那我建議你用Range 如果是固定的話 那個位置永遠都固定在哪 你用Range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鎖單邊 比如說像這個A鎖住的話 那建議你可以把它轉成Sales Sales呢 如果是另外一邊是列的話 那你就用什麼 這沒鎖對不對 你就用I來代替 因為它會四五六七八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輸出A4 A5一直往下 那如果是B3的話 假設它鎖的是3的話 記得這邊一樣 把3列鎖起來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你就用J來代替 OK這個可能剛開始啊 你可能想說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可以套用 有點像是套用公式 以後如果你寫出公式 你要轉成VBA的話 可以把它放在下面 就是說呢 如果固定的 那你就用Range 如果單邊的話 你看哪一邊沒鎖 你就用那一邊沒有鎖的 把它用變數來代替 OK好 那這樣的話我輸出 最後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先清楚 它會先跳一個Input Box 那把它輸入一個值 Enter 它自動會幫我輸出了 不過呢 這邊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Input Box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說 有些使用者 他看到請輸入純感金額 他就很直覺的怎麼樣 輸入這樣子 50萬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但應該是不太可能 不過如果有人這樣 那怎麼辦 你如果按確定 你會發現 程式就錯了 為什麼 它會跳出 形態不符合 為什麼 因為你偵錯一下 你不可能拿50萬去跟他做一個計算 他根本看不懂 文字是沒辦法做加減 就是加減成熟那些運算 所以會卡在這一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說你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那要不就是說你要先判斷 或者是說可能寫一些邏輯判斷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太複雜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把Input Box改成另外一個 叫做Application 其實只是在Input Box前面 加上一個Application 也就是說這個Input Box 在Application裡面 它也有另外一個Input Box 它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後面逗點 會有一個叫Type Type就是它的形態 也就是說呢 如果等於1的話 它就只能允許輸入的是數字 如果是2的話呢 那只能輸入的是文字 OK 那我們藉由假設這個部分 我把它改成什麼 Application 多一個Type等於1的話 那這有什麼不同 我們來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第一個 Input Box變小了 OK 那其他 那如果你剛剛輸入什麼 像剛剛那個50萬好了 比如說 它直接輸入50萬 那如果用原來那個方式 按確定會錯對不對 可是這個你會發現 它還蠻聰明的 不正確的數字 因為我後面有個Type 冒號等於1 意思就是說 你只能輸入數字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把它改一下 50 個值百千萬 10萬 按個確定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才能過 這個地方的話 會多一個 這個計算 它清楚 那另外呢 等一下再來看有關 年的動態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一樣 會有Input Box 我希望呢 年數變成10年好了 本來8年對不對 按確定 它幫我多了10年 這怎麼做 利率的話呢 每一碼0.125 百分 就是0.125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當然利率我直接輸入 2的話 指的是2% 0.125 反正每0.15 一個間隔 那幫我呢 自動先把這個 舊的先刪掉 再產生到2%的這個利率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要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 其他還有像增加框線 跟清除框線 那這個框線呢 也是動態的喔 如果你要黏變少了 它就會 幫你跑到這邊為止 也是會剛剛好 畫出一個表格的範圍喔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部分呢 在雲端上也有啦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